是小妍 真的是小妍 你叫杨海英 那我师兄现在好吗 你们现在住哪里 我 我爸他 已经去世了 二十年前 他眼睛受伤之后 被赶出了国家队 并带我流浪街头 打零鼓挣钱 一拿到钱之后 他就喝酒交出 最后 肝硬化去世了 他临死之前 一直死抓着这个破洞的面朝不放 嘴里一直念 师父 对不起 小妍 你怎么那么傻啊 为什么你隔壮折磨 就是不愿意回来的 那你爸爸去世以后 你的生活怎么办 我爸去世以后 他在熟光队唯一的朋友 李哲秀收养了我 他也将我学姐 但从来不告诉我我的身世 直到前几天 父亲寄日的时候 他酒喝多了 才脱好说当年发生的事情 你